其他的球隊變化球也投得越來越不錯 你打變化球的能力能不能夠提升是關鍵 這個球補修沒有接到 不死三陣 雖然一直投三陣 這邊補修沒有接到這個球 所以擋球很重要 早期的威廉波特是沒有不死三陣 現在應該是這個規則已經改了 特別現在是要換頭手了嗎 因為用球術啊什麼的 不是啊 補手啊 手被球打到了 所以就想要去接 有的球是要用身體去擋 因為你有穿護具 用那個護胸來擋的話 會比較安全一點 武手莊耀蓉 他也是蠻辛苦的 五年級才開始練棒球 算是晚的 起步比較晚的 五年級大部分正常是四年級 三年級開始練棒球 正規的訓練的話是比較早 正常是四年級 五年級算比較稍微晚 不過莊耀蓉還是當了先巴捕手 就是主戰捕手 然後沒有人出局 一類有跑者 第10K是沒錯啦 但是是一個不死三陣 可以要倒過來一起 還有一個爆頭 是一個爆頭 一類有人 然後再一次三陣的話就是 即使是球落到後面去還是三陣 沒有不死三陣的條件 沒有不死三陣的條件 就跟這個 大人的棒球會則是一樣的 三球三陣 早安晚晚安 今天對陳鳳已經問了很多次了 早安晚晚安 三球把對方給三陣 三陣的是關島隊的第四番 第四棒 加上 電話球投的比直球還準 又是一個氣球 所以 這個假設如果一副 李全鋒丸頭的話 他三陣會比陳鳳還多 他有一個不死三陣 哇 失誤了 上一個失誤 現在讓關島隊 撞到了得點圈的二壘 對 傳一壘還是要注意 傳了一顆花球 不受傳球失誤 球沒拉好 這邊傳一壘safe 傳三壘那邊 抓到了 抓到了 一壘safe 一壘這個速度很快 打者的速度很快 卡奇的麥卡奇 跑出內也安打 不過二壘的跑者 跑三壘被一壘手 中華隊的一壘手 對腳傳過去 傳得很準 傳得又快又準 非常精采的一個傳球 這個跑壘呢 這個 還是自己 對自己的腳承也很有信心 沒想到人家傳那麼準 就對了 他離開二壘壘包的那個距離 沒抓好 因為這個球是游擊區的 比較緩慢的滾地球 如果那個距離抓好的話 上三壘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李承鋒投手 快要有人來按門鈴了 現在五十球了 應該教練就打算了 給他 給他投到八十五球了 對 有可能就是這樣比賽都交給他了 就不要再動用其他的投手 果然呢 五十一球了 就是要 至少要休息三天了 按門鈴啦 叮咚叮咚了 醫院的領藥的掛號 叮咚叮咚 二次喔 買飲料 買雞排 很慢的 一次讓關到隊了 不可能一個晚上就會打這種球 對 不過看起來是 投的還蠻有心的 繼續投的機率還高一點 打一個變化球 回放落空被三陣 這個半局呢 關到隊有一隻安打 但是也還是沒有辦法能夠得分 0比3 3分落後